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这个快过年了 这个咱们几个在一块 我简直要流下泪了 怎么那么可悲 不是 我们这个在一起 真是兄弟如手足 妻子如衣裳 没有这是浮行的 我亲眼看着 文道都落到这个地步 男人把女人看作他的衣服 女人把男人看得 还不如他的衣服 真是 你说你比如这么多年 你说我看文道 我是亲眼看着他 从没有头发到没有头发 从来你就没留过头发 我看见他一直变瘦 你好像比我认识你的时候还瘦 好像是 通常人家越老越胖 但是我们之中间变化最少的还是文道 我们都慢慢苍老 但是文道还是 我白头发其实很多的 但是那天呢 他们问我一个很敏感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真是够考人的 咱们就过年了 咱们就讲这个亲戚的感情 你就发现呢 亲疏远近很有意思 比如说我有兄弟 上有哥下有弟 那呢 我们聊这个事 我跟我哥哥 跟我弟弟 我们平常几乎都没有联系 各有各的生活 对吧 各有各的生活 那应该说也 比跟咱们交流少太多了 几乎都没有交流 回家我们家的男人也都不爱说话 回家也没几句话 应该说呢 平常真是不是很密切 对吧 然后呢 他们说 说假如啊 上帝跟你说 说你要选择一个人这个破产 是吧 你是选择文道破产呢 还是选择你哥哥破产呢 说这个问题 你必须选 你只能选一个 肯定选择他破产了 谁问你 所以很抱歉 文道 我想了半个小时 只好我破产 我想了很久 那必须是我破产 我不是一个 我不是马上就这么说的 就是会议会结束的时候 你还考虑过 我考虑了整个全程 这很够兄弟了 还是文道破产 这事说明什么 就是你说这哥们 你说你这朋友特别好 但是他跟你的这个血缘之亲 你跟你的兄弟姐妹 未必平常有那么密切的感情 但是你看到某些时刻上 这个血缘出来了 那就说明你们呢 还只是哥们 还没争到手足 除非就是有一天 除非有一天 我妈妈跟我说 文涛啊 你不知道 当年你还有一个弟弟 这大妈不一样 那还是我哥破产 但是你知道 刚才只能你讲那个情况 就比较复杂 或者在某些圈子里面 你比如说你一个弟兄 老跟着你一辈子干活 或者帮你擦屁股 干了很多事 这种要是破产好不好呢 那当然不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情况 甚至不是兄弟问题了 不是哥们问题了 是什么问题 他破产 某程度上就等于你破产 唇亡齿寒啊 对 没有 这个我觉得也不太难选嘛 因为两类 一类有血缘关系 我们就说血缘的伦理 一类有情义关系嘛 我觉得更熬人的就是说 在同一类别里面 要矛盾是吧 要你哥破产 还是要你弟破产 对不对 这样难选 就像我们小时候 好多年轻人 包括我自己 小时候都面对过 被问过一个问题 爸妈让我矛盾 然后分别来问你 我们要离婚 你要跟爸还是跟妈 哇 那个挣扎 我们都会心中有个偏向嘛 本来说妈妈当然比较包容 支持 都想跟妈 可是爸来问你的时候 你不敢讲啊 给他一巴掌就打了 你知道吗 那可是心里也还是爱爸的 所以说在同一个类别 你到底要你哥破产 还是你破产 你要你爸破产 还是你妈破产 不不不 家慧我觉得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作为小孩 你被迫在爸爸跟妈妈之间 选择跟谁 这是一个情感的选择问题 你选另一个 对另一方伤害都很大 但是呢 兄弟或者要破产这件事啊 它比较是个利益问题 就它不是你 我今天要选择 让对谁感情好 而是你觉得这事 比如说我如果假设 我也有三兄弟 我这三兄弟 我选择让我哥破产 理由是因为 我认为我哥能够赚得回来 我认为我哥翻身机会比较大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让他破产 然后我们可以三兄弟一起谈 说他破产之间 我们能帮忙 或者怎么样 他能想办法弄回来 这事是能摊开来讲 我比较小看这个 有时候这种 我们知道兄弟姐妹之间 像我以前出过一本书嘛 写过文章 然后里面提到我姐啊 不断提到我姐姐 还放了照片什么 然后因为我跟我姐姐 只差了一年多 跟我妹妹差了六年 比较距离远 那后来我终于有一次吃饭 家庭聚会 我妹妹讲了一句 里面都没有我 好像没有提到我 我才知道 其实我跟他们两个都不亲 因为我二十岁之后 就离开家了 很小回来 那原来 这样一个文章的事情 你作为妹妹 她会觉得你偏心 这个你自己想是怎么样 是一回事 对方怎么样想 怎么样感受 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自足吧 你妹妹还会看你写的书 那也不错了 我把我几个哥哥都捡了 一个人都没有了 你要知足了 我刚才在讲 那个兄弟之间 不完全是一个情感的 学员的问题 今天很多的兄弟 其实现代社会结构里 如果你是一般人的话 兄弟之间的关系 不那么密切的 除非有些特例 有很多 尤其在不同城市 尤其是到了中年以后 大家管各家 很多时候就是过年俱一俱 日常生活不那么 什么时候会变得密切了呢 就是你刚才的问题的前提 你有能力叫他破产 或者另外一个人破产 这就说明你是 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你的兄弟那就靠拢了 因为他们本来做的什么生意 本来做的什么事情 都会变化 这个我亲眼见过 很多这样的例子 兄弟姐妹都转行 就积选先天了 转行了 这种时候 这些兄弟姐妹关系 绝对不单纯是一个学员关系 你要这么说 那我觉得我兄弟可真是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赢 因为你的权力还不大 是吗 对我的错 我说我哥哥和弟弟 我觉得他们甚至是变成 特别有自尊心那种 就是说我不要占这个弟弟 一点便宜 对反而是甚至 对反而是甚至 我有时候搞不太懂 就是说我甚至那个时候 我记得还问周围的人 我说这个伦理道德 我说比如说 我说我觉得要是一门三兄弟 有一个人挣钱多一点 他是不是应该兄弟们 均贫富呢 我还问这种问题 但是我记得旁边有老哥就说 说这个没有这个讲的 就是兄弟几个 过去有 各有各的发展 他说这一般这个 我就记得他教我一句话叫 救急不救穷 就是你说的 都要破产了 你就要出手 可是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 你刚刚说那个 就比较现实功利 但现在比如说 有了各种的社交工具 我也见过有很多家庭 是一家人 可能比如香港这种家庭 很多分散在世界各地的 那么但是有一个 脸书的一个群 或者拉一个微信群 我发现他们 那个沟通往来 我不知道这就有点 像在脸书上交捧 你说这个叫不叫密切 比如我说 我真的见过很多家庭是这样 比如一家人 分散在各个角落 一个国家的各个角落 或者甚至整个世界 一个在加拿大 一个在美国 然后天天就发照片 说我现在在哪玩 怎么样 希望你们也来 然后怎么样 那个真好 然后给个赞什么的 然后跟着我们家女儿 最近考试又考第一了 什么什么的 唱首歌给大家听 那这个联系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 是平常联系不多 但现在因为有了 这样的社交工具 我发现有些家庭 他们的联系 比起我们以前那个经验 要密切多了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这个挺有意思 本来我们说 这个你比如说 从手足兄弟 你说到亲戚 这个前些年 我还记得 一说到春节 大家就觉得 这亲戚简直跟灾害似的 一说起来 一个是这个过年回家 好家伙 七的姑八大姨 来这负责 关心你的婚姻问题 就是不是很大压力吗 再有一个是就借钱 那一个就是借钱的问题 但是反倒是我现在也听见 有人像文道这么说 说现在有了这种 现代社交工具之后啊 好像亲戚们又联系起来了 而且压力没那么大 而且压力没那么大 借钱不是更容易吗 支付宝 文道借五十万 支付宝 转给我行吗 不是更麻烦吗 我记得有一阶段 有一阵 很多人说起亲戚来 就怨声载道 好像就是说 过年怕烦 这个尤其是大城市 据我知道是上海啊 这个北京啊 有很多我认识的人 过年就出去旅行 对 原因之一就是怕烦 对啊 就是吃来吃去 就是这些人家 那一年到头也不怎么来往 说起来坐在一起吃饭 也没话说 就是不相干 一年到头不来往了 做的事情也不相干 有的人甚至下一代 红包就尽管发了 发完了以后是谁也搞不清楚 人都不认得 就是不大认得 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 也许你说的通过这个微信啊 什么这些 因为我真的见过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家亲戚 他们是一大家人 在那边聊 然后聊得很欢 然后总是 甚至还在上面约 什么时候一起上哪 这是好的事情 或怎么样 这是很奇特 蛮奇特的 我觉得好啊 像刚子东说 亲戚朋友一堆 其实不熟 没话讲 平常没来往 可是有了网络 我们以前不熟悉 因为我不知道你平常干啥 对 可是平常往我们反正就刷屏了 礼貌的加上 你加我这个账号 我加你叫账号 然后刷屏总会看到 原来我叫小表弟 现在学煮菜 原来我这个小表哥学佛 原来这个坐牢 然后在明年坐下来 有的聊了 文桃表哥 你在脑里好吗 你呢 表弟来传传佛法是吧 然后我觉得 这个对整个交往不错的 可是有一个麻烦 我试过去朋友家拜年什么 我们刚说嘛 自己平常用这个根源 在加拿大的阿姨打交呼 嗨 你的狗好吗 这样好 无所谓 重点是你去拜年的时候 每个人那时候 都跟自己的加拿大的人拜年 我们礼貌相总要一起来看看 你拿出你的iPad 跟加拿大的谁谁谁 表姨来聊天 文桃你们看看 哈喽你好 我是子东朋友 弄了半天之后 轮到文桃 你要跟你那个美国 纽约的表姨拜年 我们又要过去打交往 然后跟着 他是澳大利亚的谁谁谁 对对 轮到他是澳大利亚的亲戚 不是不好 长时间 拜了八个钟头 结果才能离开家里 反过来 拜一堆自己不认识 反过来 我每次过年吃那种饭 就是说一桌有半桌的人 我搞不清楚名字的 最后还是要买单的 这样的一个吃饭 我话说回来 我还是觉得非常必要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我跟这些亲戚就更没来往 这是一 第二 总归有长辈在 怎么着 比方说我的几个阿姨去世了 但最小的阿姨还在 那么因为她的出现 其他的人 我们为什么会聚在一起 还是因为长辈在 所以我觉得只要长辈在 只要有人比我们年长在 那一年到头不见面 最后大家吃顿饭 名字搞不清楚也没关系 我觉得 最终我觉得还是感激的 主要是因为敬老 对敬老 另外毕竟我们还是有血缘关系 这个场合也是认证一下 我就问你 就是毕竟还是有血缘关系 这个关系是个什么感受呢 你比如说 你就坦率说这个亲戚 给你带来的 你是最好没有呢 还是说真能给你带来点什么感情 他不会给我带来特别大的快乐 也带不了多少感情 但是你也不能否认 你就是有那么多亲戚 所以中国人这个过年啊 我现在觉得世界上是很奢侈的 这个世界上哪有个国家 可以一年有一个阶段 把什么活动都停下来 这个好奢侈啊 少说停半个月 一个月也很多东西 你现在去办事情都是 过年以前赶不上 就要准备四月份了 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 已经纳入现代的全球化的轨道 它居然还可以停摆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工厂停工 对 工厂停工 工人回家 那个行政机构也可以暂停 批文都要停下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奢侈 目的什么 目的维系我们一个特有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还是值得 我每次吃这样的饭以后 我就在想 你们家亲戚多是吗 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越来越少 尤其是长辈越来越少 这个很叫人感触的 而且很多时候你长辈也没有 比方说我在海外的表弟表妹 他们因为父母不在了 他们就不回来了 以前他们每年都要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势必会越来越淡化 随着长辈的 那渐渐的我们也要变成长辈了 渐渐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 就是不要牵涉到我刚才讲的 我看到那种利益 从利益纠缠 一牵涉到那个就麻烦了 你也不是说利益 就有的时候 他对你抱有不切实际的一个想象 你比如说 反倒是 你比如说我要干这么一个工作 我哥哥我弟弟是绝不会求我帮忙的 因为他那是我觉得还是直系 他是一家他怕 真怕给弟弟添麻烦 可是可是你看这个 这个事情麻烦在哪呢 就是因为 你刚才讲 中国是世界上很少有的这么一个国家 过一个年 整个国家的经济 特别是制造业 真的是停一个月的 理由是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实在太重视 这个血缘关系 或者家族关系 或者理论上我们是这么认为 这么讲 那么当这个国家 今天仍然那么正式的 在Cerebrai 或者在强调家这个关系 血缘关系 因为家在中国还是政治性的 比如说我们国家国家 我们中文这么写 就我们把对国的忠诚跟爱 跟对家的这个感情 常常捆绑起来 所以连国家教育 公民教育也都是这么教 那么所以你更加注重家 但是当你这么注重家的时候 它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有时候 会出现中国人 从来都跑不掉这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公私问题 你比如说 你看古代 这个东西简直是天经地义 以至于你像 那像汉唐的时候 门法制度 它根本就是一个家族 贵族政治 完全是家族政治 贵族政治 但是它中央集权 一直有方法 有想法来遏制这些门法制度 虽然古代理论上 好像这个家 这个清人 跟军王的统一关系 可是你想想科举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 是连结 你不能因为你的家人 春节跟你磕头 你就给谢题目给他 否则就杀头 中国一直 这是王权 自己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也是宋朝的时候 才能够那么确立 所以唐宋变革 唐那时候还是相对 是贵族门法 宋才开始能够 完全靠科举的公平 但是现在我有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咱不考虑厉害 过去一说躲亲戚 其实就是躲借钱的 对吧 或者就是 假如完全大家彼此之间 没有厉害关系了 你愿意跟你的亲戚们 长相聚会吗 我现在说的是另一个问题 就好比说 有些人念这个旧 比如说老同学 老乡 可是实际上 人跟人之间 有爱的基础 还是在于能聊得起来 那能聊得起来的基础 往往在于 你们有近似的生活状态 近似的价值观 近似的爱好和兴趣 这些都不是亲戚必然有的 甚至是往往是没有的 就像有些大学生 工作了回村 那种感受 那觉得好烦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七的姑八大姨 咱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们跟我聊的这个天 这种胡同里的这种天 完全不是我生活的那个世界 我关心的事情 该生孩子了 要几个呀 什么的 还不找女朋友 我看那家不做 你这些事 他一聊起来就烦 不会烦 这个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是每天聊 你不是每天七大姑八大爷 来跟你聊 甚至七大姑 拖离找 难得享受一下 过年聊了几天 像你那个亲戚拖离 什么找北京市长 他不用过年都可以拖离 假如他需要 所以过年反而是说 你就想说 至少我还有一些朋友 这么想说 就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然后前提是说 有基本的血缘的 我们说责任也好 温暖也好 在那边 然后大家就不一定要叙旧 就像几宗说 我根本不知道 谁是谁坐在那边 喝杯茶 给长辈看看 自己也感觉 有个完整的一个群体 在那边 而且文韬 你刚说什么 总要有共同嗜好 这个那个才能聊 那你如何理解 我们去餐厅 或是去酒吧 可以跟陌生人 聊得很好了 那个心理学叫陌生人效应 Stranger effect 陌生人反而是说 你觉得 就是因为我一年 只会跟你聊一天 或者说一个钟头 甚至 才能交钱延伸 对 半小时 以后不生肝的 就下来364天半 我不会跟你有交集的 那我们才能讲一些 平常我在办公室 不会跟人讲的 我爷爷的 以前的老婆 怎么怎么样 表姨的 好可怜 他把自己心底 那种软弱 或是温情 或是人性的东西 放出来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这一年 只跟你聊 这一个钟头 对 对 在那一个钟头来说 其实你是我的陌生人 我是你的陌生人 可是又多了一点点 一个信任 亲戚温暖 我觉得这是那个 让我们还是觉得说 觉得说可以忍受 或者说甚至可以享受 但那里面还是有点不同 酒吧里去 跟一个陌生人聊天 他其实跟你有一个 最基本的相似点 就是说他也到酒吧 对 他也是一个职业人士 他也在这个时间 去酒吧喝酒等等 这样的话 你的亲戚也一样 他也来 而且只能别忘记 不要以为 只有你觉得 我说 比方说我 不要以为只有我觉得 跟亲戚聊烦 亲戚也可能觉得 跟我聊很烦 跟亲戚是另外一种 其实我前面的都同意你讲 我只是觉得 跟酒吧里 跟陌生人讲 是两种不同性质 亲戚那个呢 其实真的很有必要 你在大城市里的 住的时间 久的时候 不体会到 中国现在 全部的这个人口的 总数里边 虽然现在大学生的比例 越来越高了 说是大学生比例 有百分之十几了 但是总体来说 初中以下的 就小学程度 占主要三分之二 对 好 那么然后 多多少少的人 春节的概念 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你知道在外面工作 一年到头打拼的人 他要生活得好 中国人是要比嘛 他有两个比的对照对象 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我们一起在 东莞工厂里的 葬山里寺 我们赚得好不好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是跟我在家乡的 我隔壁村里的 王小二 林小三 这些人 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 休于比 或者是乐于比的时候 就是家乡的这些人 你不要以为他们 每年他们回家 给家里人带的钱 给帮家里 谁盖房子 或者自己能开车 或者摩托车什么 那是他一年的人生的 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他回去以后 回去这个乡 他们当然也烦 他们也抱怨 比如说很多华侨回乡建设 为什么 砸了那么多钱 去盖房子 其实那是个炫耀 那是炫耀性消费 你生活得好了 不回乡 不是锦衣也行吗 古人就说过了 不过我想说 就是我觉得两者 是可以折中的 就我很同意 刚才家乖讲那个 其实亲戚在今天 我们尤其远房亲戚 今天跟我们的关系 是一个亲密的陌生人 我们是陌生的 其实我们平常 没有什么共同交集点 但是因此 我觉得它产生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任何人 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有很多社会身份 很多团体身份 我公司的同事 是一个团体身份 我加入一个什么俱乐部 去打高尔夫球 打网球 这些也是个身份 我有很多的身份 是我可以主动选择 加入或退出 但是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也有一些身份 是我不能够选择 加入或退出的 比如说 亲戚就是其中一种 第二种就是 比如说同学 但同学我还可以选 就是说 这帮同学 真的太没意思了 我以后不跟他们 不跟他们玩了 我可以退出 这个脸书上 把你拉黑 微信群把你拉掉 我退出 但亲戚不一样 亲戚你会觉得 这个社会始终 不是法律规定 而是你就觉得 伦理上要求 我对他们 他们对我 仍然有某种 最基本的伦理责任关系 一个连带关系 我退出不了 那么因此 我可以说 我跟他们相聚 跟其他国家里 我退出 你没法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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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时候的不同 有时候可以显示 你的优越感 有时候使你给你烦恼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比较 但是我觉得 我想说不是比较 而是什么 恰恰因为这是被迫接受的 就等于你 你生在什么家里 这是被迫的一样 因为被迫 它反而带来一个好处 在我看来 就是这种被迫 一方面因为我们 基本的互相的伦理 血缘上带来的伦理责任 使得我们 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任 哪怕这个信任有多脆弱 第二 因为有这个最基本的信任 才使得我比在 酒吧跟陌生人说话 有时候会说某些话 比如说 我除了不能够讲 伤害家庭内部关系 比如说告诉 总不能告诉 这个你老婆的大哥说 其实我有小三 对不对 但是你能告诉他说 我公司那个上司 那太怎么样 我们现在想把 怎么样给搞掉 这种话 你觉得很阴暗的东西 你觉得 大家偶尔见一面 能够讲讲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恰恰因为现代家庭 跟过去家庭不一样 过去家庭是 一家子呢 很少说一个家庭之中 谁特别富 谁社会地位特别高 谁特别不行 或者大家干的不一样 以前的家族是 早就均贫富了 一荣俱荣 对吧 一损俱损 对 一损俱损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一个那么大的 亲戚网络里面 每个人可能分散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教育水平 那每年一度 你被迫的 大家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打破自己的 那个泡沫的机会 我们今天不是 临时的跨越 打破社会圈层 真的 你真的就是 广泛接触社会 不同层次的人 每年过年回家 就是一次采风了 你想想看 这个你平常 你天天你在群里面 微信那些 都是跟你 没错 有相似 气味相投的人 对吧 这是被迫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正能量 对于人生很多的苦恼 你可以有正能量的理解 对吧 这为什么 就是所谓现在时髦的话 过年回家 也是一种修行 佛系 这东西还真的是 你比如说 你要叫我觉得 现在客观事实是什么 不要说跟亲戚了 你就直系的 你跟你的兄弟 姐妹 父母亲 共同语言 也越来越少 很多的家庭 我过年回家 我跟你说 主要就是躺着 没有话讲 然后就看央视 现在看春晚的都不多了 就是躺着 然后呢 甚至是父母亲 老头老太太在一个房里 孩子们要是卧室多的话 就一个卧室一个人 卧室少的话呢 就都在沙发上躺着 这春节啊 实际上是一种 有时候让我觉得非常颓废 他们说很欢庆 可是我自己对到很多家庭的这个采风 我觉得春节是最颓废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而且就面色苍白 晚上可能也没睡好 就是这里边很多具体问题 他睡惯了自己家的床 你明白 他回在家一般晚上都失眠 蹦巴的又吵 所以一个个都是面色惨绿 然后就是他呈现出我很颓废 所以我现在真觉得就是 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看 人群的这种亲缘关系啊 跟这个人类探索认识宇宙啊 我自己肯定是偏见啊 瞎想啊 我觉得有点对位的关系 就比如说 当年我们认为地球为中心 对吧 地球是中心 那就像一个家族 你看是有中心的 后来呢 我们知道地球不是中心 太阳是中心 你看我们的这个种族家族啊 就离开的远了一点 你看到今天 我们最新的科学 哈勃望远镜告诉我们 没有中心 所有的星星都在彼此离散 而且是加速的离散 因为宇宙在膨胀 对于是呢 今天互联网社会 对人际关系的形容 就是正在走向原子化生存 家庭越来越小了 甚至是三口之家 对吧 甚至是单身的越来越多 这样呢 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啊 你再把这不同的星星们勉强 往一块凑合呀 这个碰撞的可能 也就相当大 然后呢 就大家都会觉得有点 就不太舒服 我现在就真的觉得 你包括就说 你比如说又出现这个独生子女 你有没有觉得 我是从这个生命史的视野 来看这个问题 那天我跟我们组的90后说 我说我突然意识到 你们的空前绝后啊 不单是人类史上的空前绝后 你们是地球生物史上的空前绝后 怎么了 哎 那么严重 连动物都是一窝一窝生的 兄弟 对吧 猪下猪子 羊 就一窝一窝生的 对 不要说人类了 这唯有他们这个这种 80后90后 因为这个计划生意政策 当然就当年的政策 有当年的必要了 对吧 但是确实客观上出现了 你发现没有 在物种当中 成规模的这个现象 是绝无仅有的 独生子女 而且你看 现在以后又没了 现在都慢慢能生二胎了 对吧 以后又又又又又又 又有兄弟姐妹了 就是他到底会出现什么变化 他他有人研究过没有 我没看到 我你这样讲 我倒是想起 这一群独生子女过年 是怎么样的状况 假如年轻一点 这会是那种老话题嘛 爸妈问你压力 有没有男朋友 女朋友结婚没 他们总会成长嘛 对啊 90后都成长了 甚至我们说离婚了 结婚了 然后他们自己过年 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回到家 他们比我们累多了 你说回家还跟七大姑 八大爷聊天 你还有几个兄弟 八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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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就不你了 你还有几个兄弟跟你分摊 你看独生子女一个人 他回去可能还对着一堆的父母亲 还有上面的亲戚 还有一个人的 先看这两个父母 再看那两个父母 他的感情的重量如何的沉重 没人分摊 我现在不是说分摊 照顾他爸妈的健康 光是过年那几天 他要拉开他的笑脸 对着这个上面一大群亲戚 还要取悦 那真的非常可怜 我们要同情 所以都跟90后聊天是对的 到底在人格成长上有什么不一样 我现在发现这是个疑案 就是徐老师 你觉得 就是说一直就在说这个独生子女 和有兄弟姐妹的 咱们是有兄弟姐妹的 你觉得真有分别吗 也有些人不承认 说那其实孩子都是自私的 孩子都是自我中心的 跟有没有兄弟姐妹没关系 但是当你说他没关系的时候 似乎你又老觉得 独生子女是有点不一样 我不觉得有根本性的不一样 我的几个哥哥都比我大十几岁 所以我感觉我小时候 就是一个独生子女 我进小学 我觉得他们都大学毕业了 所以就是根本就是兄弟兄弟的关系啊 就不大像个兄弟的关系 和他们你想我进小学 像长辈跟晚辈 他们大学毕业 对不对啊 所以我等于是也是一个人长大的 那不是啊 但我也不觉得我是独生的这个 你比如说平常我们观察到 要是上边一堆姐姐的那个男孩老小 那会有依赖心 对 是吧 他就是他是有关系的 你再比方说就是我 我也是这么瞎猜 我是综合了很多这个网上的评论 我就会有一个假设呀 那不一定是真的啊 就是说像我们有兄弟姐妹之间呢 他有一种平行关系吧 有一个亲疏远近 我现在有时候你比如我听啊 这个比如说90后80后的孩子 这个父母亲骂他 父母亲骂他骂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你这个养不熟的白耳狼 就是养不熟的白耳狼 就是说他一个就是好像这个这些父母会觉得 这孩子不知道冷暖 不知道好歹 不知道人家对他好不好 就我这 你觉得你说的这个是独生子女的小孩 独生子女的父母亲 我看到网上很多就说这孩子就 就是说啊 他会不会有一种啊 对于亲疏远近的这个这个分寸 亲疏远近的感觉不太敏锐 有兄弟姐妹的这个家庭呢 一些明显的特征 比方说有姐姐的这个弟弟呢 就会比较有依赖心 这个是很多例子可以看到的 特别是姐夫如果是比较好的 老讲姐夫姐夫什么就帮助 但反过来你有妹妹的呢 你这个哥哥就会比较强一点 比较强一点 那么假如有几兄弟的话 一般来说你不是觉会就是决心 这个角色的分都非常清楚 决心就比较承担的 家里的事情比较承担的 觉会就是比较反叛 不管的 但我比较理想主义的 这个都会 但是你刚才讲的 如果是独生子女家庭呢 这些角色扮演都不存在了 没了 就是说他没有 他既没有姐姐也没有妹妹 对不对 他也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 所以这些在家里从小 我们认为的一定既定的强或者弱 或者怎么样的角色都没有了 当然这个也还要看其他因素嘛 你也没有堂兄弟姐妹 很多因素 我倒是听过一个90后 这样跟我讲 因为我也觉得说 他好像很孤僻 无感 对 冷漠 我听他讲理由是什么呢 他说 马叔啊 我必须要及早训练自己 不要沉溺于哀伤 要无感 要学懂 当然不像文道学佛说 蚊子咬我 其实感觉不疼 他是要尽早学了 把痛感 把那种很强烈的哀伤感情切断 隔断 为什么 我有一天会面对我爸妈都不存在 他说当他们老去病了 死去了 整个过程我一个人面对 我假如我哀伤 我怎么能面对 我面对不了 我现在 我假如不先打预防针 它是一种自我训练的预防针 自我催眠要麻木不仁 而且要训练 不仅是催眠 要真的实惯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情感反应 是一种实惯而已 你实惯用愤怒来回应 用慈悲来回应 是可以学回来的 他要我尽快学习 还有习惯 这种的感情 把它冷下来的方式 来面对我下来 可能有很漫长的十多二十年 要照顾我爸妈的病 那不是容易的 不是说身体时间的照顾 你看着你一个那么轻的人 老去死去 在你手中那么那么无力 然后之后再来是什么呢 爸妈不在了 那没有堂兄弟姐妹 地球上只有他 地球上只有他 老公不能靠的吗 我跟你说 我真的认识有几个人是这样 活生生的例子 这不是假设说将来 而是现在已经发生 我很偶然地认识了 大概三四个 八零后九零后 都是很年轻的时候 父母就不在了 就这两年的事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 有的还好 有结婚 有的就单身 OK 你知道过年 对他们现在意味着什么了呢 而且现在的家庭 亲戚关系 又跟以前不一样 很疏远了 就大家庭 就像刚才我们讲 变成一个原子式的小家庭 那变成原子式小家庭 当父母都不在了 那家乡的那些远亲 其他亲戚对他来讲 就更遥远 那他到底还回不回家呢 这是什么叫回家 就过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过年一整个月 全部人都在放假的时候 那他在家干嘛呢 这是孤独的星辰 孤独啊 很孤独啊 就就真的是 我没想到 我遇到这几个小孩 我都觉得很震撼 就没想到80后90后 对啊 原来他们今天会这样 我就是我说的 绝对不足为训 因为咱们能接触几个90后的啊 但是我只能对我自己的体验负责 就我接触的有限的90后 让我感觉到他们跟我们 跟我不同 我少了 比我来说呀 少了一种啊 就是 怎么说呢 情感的那个黏黏糊糊糊 就是让我觉得暖的东西 暖的东西 就是你比如说啊 我小时候想起 我现在想起我哥哥 我闭上眼睛想起我哥哥 你看我想的是这个 这个雪滴飞溅 我哥哥在战斗 你知道吗 在帮我打架 无数次的 就有人欺负我 我以为你哥哥是王城 我就想起那个 还有个女的长发在飞舞 那是一个大 比我大很多的一个女的 他就欺负我的小男孩 结果比我哥哥都大 我等于我哥哥跟一个成年女子 最好大的我哥哥也是 没说啊 当然被抓的 一道子一道子 他非常生气 明明跟那个女的好起来 他哥破坏我好事 我闭上眼睛 你看教个大家 而且呢还有一个什么呢 他带我呀 跟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玩 在我那么小的时候 这是很开心的 对小时候常有这个 小时候愿意跟大 大的比自己 带着弟弟来玩 你不愿意跟爸爸玩吧 但是你跟你 比你稍大一点的孩子玩 很好啊 觉得跟大孩子们玩 我们小时候也是 有些有些同学 就带着弟弟来 对啊 我就有这些记忆 而且就有一种就是哥哥 而且哥哥是永远的这种 你比如说 我记得我跟我哥哥 我哥哥发明那个弓箭 在家里 然后呢 就互相隔着门 我一露头 射中我了 哇 我就哭了 我回来 我要告爸爸妈妈 我哥哥就是 不要告爸爸妈妈 怎么办呢 说我要射你 行 我现在还记得 我闭上眼想 我哥哥就脖子上几个鞋点 我说我要这么近 小孩不懂事 还就射口 我哥哥就笑的这么忍 就为了不让我告诉爸爸妈妈妈 我就觉得这些记忆呢 使得我呀 就 融入了你的基本的人格生产 一种情感 就我老觉得我要跟一个人关系近了 那甭说咱们是亲戚也好 或者是老哥们也好 这个这个这个朋友都好 我老觉得咱们哪怕都不好了 咱们都决裂了 咱们都掰了 我让你失望了 哎呀 我这个底色上还有一种绵绵不绝的 这是这个哥们 哥们里面啊 就是情意 就比如说我最好的哥们啊 你要是伤害了我 你要是占了我的便宜 没有关系的 真的咱们可以疏远可以 我不会埋怨你 可是你要不是我的朋友 你占我便宜 我跟你死扛到底 就是他们就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别人对你好 我才对他好啊 那难道说对你不好 你反而对他好吗 哎 我还就是这样 就只要我认可了你 是我的哥们 你对我不好 我可以接受 所以变 对你而言 你们兄弟的关系 变成一个 你可以推而广自的类比 对 你可以比类出去 对 因为你把这个感觉 就没有这个类比的可能 我有时候就会发现 就是说啊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这个是很快的 对吗 但是呢 你稍微让我失望了 或者你 你不尊重我自尊心了 我稍微受点 就得像这个炒菜的一些锅 是吧 就变脸变得非常快 呱一下 我这个河北人 我发现我很不习惯 就人突然就冷了 突然就翻脸不认人了 这个可能要做 拉开点时间 而且要做大量的 具体的感性的 例证的分析 对对对 这不能作为概括 和理论上 因为真的要从理论上 去要讲的话 到底确是件大的事情 中国文化之所以 跟日本 跟西方很大的不同 是因为从周朝开始 就是不把所有的王位财产 传给长子 这跟其他文化的根本区别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日本和欧洲 你家里有再多的东西 全部是给第一个 第一个小孩的 后面的没有的 中国从周朝开始 父母父亲有权力决定 给哪一个 是吗 对 不是一般还是说立长 对立班立长 但是他可以是立第三 可以立第四 而且他可以平分 所以呢 中国人对父亲 有一个要求 要他做事 要公 公本来是一个社会的概念 可在中国 是一个家庭内的概念 公是家庭里边的事情 很多人在沟口雄山 他们就一直分析 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从周朝开始 这个兄弟可以共同有机会 你知道后来皇室就无数的 这样的经验 这个是决定 那么反过来 对中国人的人格基因里边 集体无历史 都存在着一个兄弟姐妹的概念 换句话说 我们的基因遗传里边 都有兄弟姐妹这个因素在 就像你刚才说的 那么现在这一代出现是没有的 当然他们现在还很快 比方说我回想 你刚才讲故事 我就回想 我女儿怎么办呢 但是他有两 有一个两个表哥跟一个表姐 是他妈妈的姐姐 两个姐姐生的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生 关系非常解极 他们一天到晚在通信 他们的所有的私生活就在 所以他在这里找到了兄弟姐妹 但是问题是 如果再下一代的话 连这样都没有了 因为他自己有 是因为他的上一代 有三个小孩啊 对不对 如果上一代没有三个小孩的话 就没有这么近的表兄弟姐妹了 猫狗吧 只好这样 对不对 所以养猫狗的越来越多 没错 所以我刚就是说 也要看你有没有 堂兄弟姐妹关系怎么样 很重要 我现在发现对他来说 这个就很重要 对啊 像我就要哭了 我女儿没有什么堂兄弟姐妹 基本上我刚 还有他母亲 我刚描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完全可以看见未来 看有我们脑去死去 你一想刚闻到说 过年对他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过年的时候 他跟他 他妈妈不在了 我不在了 然后他可能去 我姐姐 我姐姐也不在了 还是有一些远房亲戚 去完人家家 可能去完一个饭 其实经过热闹之后 我可以想象 我女儿走路回家 那段路 回到家 对不对 看到我两个 仪像 还是有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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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把钱 的父权太厉害了 光想到自己的仪像 没想到他身边有老公的嘛 这个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所以经过我灌输 我说 好男人没有的 你看文刀 还有六文刀 手术 子冬 看着吧 所以 现在就只剩下咱们 兄弟如手足了 是好多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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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于你像那像汉唐的时候 门法之多 你像不是锦鱼也行吗 在这古人就说过了吗 一般来说 你不是觉会就是决心 很多人在沟口熊山 他们就一直分析 你只剩下咱们 我怎么会有那么静 我怎么会是优寥呢 你不忍吃的 是这个 我怎么会是 你还是像是小艘 你不敢说 我就是 哪有小艘 找到那样子 这世界很酷